把門把門的主要改天 位置夜市大城市的陸續性 始終只要學中了 在學習的時候 陸續劍隊的陸續艦隊 還在旬體戰 主學學精靈 新鮮明的保守文化 這是大師的三強 再次循環和武術建築 有新報的快龍陛的願望 副花不成為一輩子 連身七地獎學精靈 還在裏面裏頭的身體 必要獎取能力 有主王神復活 最多的冬季 我小心发一次发 往下来月亮衣服 再过一剑 在月亮衣服发育 月亮衣服 用反射B 是古剑包的冰束最绵效果 基本打了月亮衣服小半鞋 月亮衣布成功用出反射B 火方物理抗性提高 月亮衣布开始攻击 用一花接木 五剑豹的圣剑效果绝佳 才打了月亮衣布49血量 月亮衣布的一花接木 效果不好但是伤害不错 稳妥起见月亮衣布用月光 五剑豹的冰柱最急在刮杀 运气很好 没有触发未缩 月亮衣布成功用出月光 恢复了一半血量 五剑豹不是月亮衣布的对手 月亮衣布用一花接木 五剑豹的圣剑虽然效果绝佳 但是完全不痛 月亮衣布的一花接木 即使效果不好也很疼 月亮衣布薄小点 用月光对手叫回了五剑豹 第二只精灵是铁包袱 面对几次铁包袱 月亮衣布完全不虚 月光发动 月亮衣布回复到满血 月亮衣布接下来用光墙 赤铁包袱的冷冻干燥效果 一般只打了月亮衣布五值一血量 月亮衣布成功用出光墙 火方特殊抗性提高 月亮衣布用一花接木 哦呦 赤铁包袱的再来一次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月亮衣布接受了 再来一次只能用光墙 那么回来吧月亮衣布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仙子衣布 是铁包袱的替身 这招对我们家仙子没有用呀 火方反射必消失 仙子衣布用巨生 铁包袱的水炮成功命中 效果一般只打了仙子衣布 四十二血量 仙子衣布的巨生 穿透了替身 效果一般秒了铁包袱 惊不惊喜 一不意外 对手第三只精灵是大扭拉 那么先回来吧 仙子衣布 月亮衣布由你来联防 是大扭拉的科命爪 打了月亮衣布 失血量 月亮衣布用反射臂 哦呦 大扭拉科命爪的被动触发 月亮衣布中毒了 月亮衣布刻性同步 但是大扭拉是毒性 所以中毒名叫果 月亮衣布成功用出反射臂 很好的克制了对手 最后两只精灵 月亮衣布这个血量撑不住了 大扭拉的科命爪 成功带走了月亮衣布 那么最后就决定是你了 今天的主角水精灵 水精灵先用球鱼 大扭拉的科命爪 效果一般打了水精灵 三十八血量 水精灵成功用出球鱼 失忍之躯特性 在下雨天太舒服了 我方光强消失 水精灵用冲浪 大扭拉的科命爪 继续在刮沙 水精灵的冲浪效果 一般在下雨天 打了大扭拉大半截 水精灵给大扭拉最后一击 哎呀 大扭拉的科命爪 虽然伤害刮沙 但是触发了麻痹效果 水精灵的第二发冲浪效果 一般稳稳地带走了 残血大扭拉 水精灵的特性 失忍之躯 触发解除了麻痹效果 对手只剩下最后一只精灵 苦剑豹了 水精灵太精化 给苦剑豹最后一击 什么 苦剑豹太精烈 难道要打脸了吗 水精灵太精水 是古剑豹的变太精爆发 哇 变太精爆发 虽然效果绝佳 但是只有半水的水精灵 居然成功接了下来 下雨天 水精灵整治太精的 超浪伤害爆炸 冷冷地带走了 残血出剑豹 并且踢中了要害 我只能说影响不大 但是无武性提强 这局对战三只一步 则完美发挥 我们下期再见 电视疏 词